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老崔 等等 我是真爬不动了 不好意思啊 一回到家乡 我就兴奋得不得了 崔 你把我叫来就是来看家庭录像的嘛 少安勿躁 哥多 好戏还在后面 崔 快看 那是什么 抓到 别跑 慢走 快跟上 太快了 这还是人吗 抓到你了 这 这孩子是谁 这不是荣光那臭小子吗 他家就在山坡上大坏水 谢谢大爷 你大爷 啊 是俺家玩 他去真理体校了 天静 铁个蛋球 这蛙子铁绳飞猫腿 练个纪念 说不定能参加个亚运会啥的 这是多大出现 你这个劳位 只能杀掉未光争光吗 那个 踢足球能赚钱不 关键时刻 我用两万人民币搞定了他 我们都喜欢钱 谁不是呢 荣坚持要等他家的新房子盖起来再走 真是一个固执的孩子 不过他的家也确实是太破烂了 也好 我打算趁这段时间叫他葡萄牙语 荣的学习天赋真叫我惊讶 只是几个月 他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用葡萄牙语对话 我坚信 如果他把他在语言上的学习能力 运用到足球上 他很快 就会让整个巴西都大吃一惊的 莱克先生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他是一个从未接触过足球的新人 但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 我之所以带他来圣保罗 就是因为我相信以圣保罗的眼光 一定可以看到他最大的天赋 那就是他的速度 他出色的运动天赋 我认为没什么意义 葛多先生 你的这位 其实我对葛多先生说到的速度很好奇 让他孩子试一下吧 荣 我专门飞到中国 把你带到巴西来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却信你是一个天才 荣 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别怀疑自己 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速度 你瞧好吧 哥多 怎么回事 看来是来了个新人 一会儿要做的应该很适合你 看重的是短距离的冲刺速度 你处在一号球员的位置 把球传给二号球员 拿球的二号球员会吸引两名防守球员的注意 这时呢 他会把球传给事业更好的三号球员 你的任务就是迅速从外侧检查 接应三号球员的长船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这菜鸟 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们上 这边 这边 这么想到吗 拿吧 传得太大了 那小子是故意的吗 滚 最初期的东西 我看你就别浪费大家时间了吧 中国人也得低调 凡自然了 每个人都卡卡卡卡的 什么未来之星 什么圣保罗的天才 看着吧 我亲手打败他 口口声声说每个人都是天才 结果呢 不是变成了赌徒 就是变成了酒鬼 为了这些所谓的天才 连妈妈去世的时候都不在身边 你是一个臭小兵你的示范者 格多 我想变得更强 我想变得更强 我听到这首歌 我听到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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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